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拍摄惊奇,我是大宇 那我们节目呢正在办一个互动活动啊 叫人民之声 因为2022台湾九合一选举就要到了 这被认为是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连任之后的七中口 要选出六个直辖市的市长 15名县市长 910名各地的地方议员 2000多名各地民众代表 近8000名里长等等 几乎是全台湾地方政治的大喜拍 因为两岸的议题升温呢 所以本次的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呢 就更受人关注 那我们这个人民之声的活动呢 不是要大家说自己支持谁 而是把您希望未来任何当选者 需要为台湾或者为当地做的事写出来 也可以是愿望写出您的寄语 来信呢请记xwpajq.com 要麻烦您写上这个称谓 还有来自哪里啊 称谓可以是匿名的 那么台湾以外的朋友呢 如果有想说的话也可以写出来 然后呢会在近期节目中 把大家的话呢分享出来 那好 昨天呢我在自己新闻的副频道 大宇official里面 跟大家分享了卡塔尔世界杯的内容 主要对八个小组的出现形式进行了介绍 那今天副频道呢还会有新内容发布哈 而今天世界杯首场积木战呢已经结束 是厄瓜多尔2比0击败了东道主卡塔尔队 因为比赛双方啊算不上是大盘进旅 所以呢关注度不高 可是赛场内外的一些花边啊 确实很有意思 大家可能在观看比赛直播的时候呢 看到节目战场内的广告牌 有很醒目的这个中文广告 给中国企业打的 有什么万达呀海信啊猛牛等等 中共官方呢因此呀非常自豪啊 宣传说什么自己是卡塔尔最大赞助商 但立即被中国球迷打脸啊 冷冷扔了一句该去的没去啊 别人都是球队征战世界杯 而中共只能靠广告牌了啊 云云云云啊 为了制造噱头 中方呢还刻意借给啊 注意是借 借了两只熊猫给卡塔尔庆祝世界杯 两只熊猫呢 一个叫晶晶 一个叫四海 都是在四川土生土长的本土大熊猫 如假包换 可是尴尬也就尴尬在这里 两只大熊猫啊 只听得懂四川话 嗨得在卡塔尔的饲养员呢 在饲养两位贵宾的时候呢 不得不恶补四川话 才能跟熊猫们进行有效沟通 我想呢 大家养宠物的应该知道 宠物跟人呢 相处久了 你说什么 他明白啊 但是换一种方言 可能就不明白了 大家也许呢 在家也可以试一试 而卡塔尔呢 虽然是足球实力有限 可是人家也是 纯种的中东土豪国家 别的没有 石油黄金美元 这些还是可以轻易取得的啊 那么赛场上的现场观众发现 为了让观众看清比赛 几乎每个一个座位 主办方啊 都安了一个显示屏 弱大个球场 需要多少个呢 想拼谁钱多 谁也别去中东 但不管怎么说呀 人家中东国家赚的钱呢 主要来自石油 而中共就不一样了 除了公开的稀财途径 还有暗地里的很多猫腻 来钱的管道 这往往是见不得人 甚至是极其邪恶的 我们以前节目中呢 就跟大家分享过 中共盗卖人体零件 是由军方啊 在暗中直接操控 中国各地各大医院直接参与 久而久之 这种暗地里的邪恶勾当 早已被严重质疑 已经是慢慢扩展开来 把黑手伸向了中国普通人 甚至前一段时间 柬埔寨爆出了奴工案 里面就有亲共华裔商人的影子 其中呢 也传出有类似的勾当 黑暗无比 最近啊 中国各地是频繁爆出青少年走势案 逐渐引起舆论关注 因为太严重了啊 最近一个月呢 被发现是最多的 我看有的大陆网友 还整理到了7月份的 8月份的 有的失踪孩子 是年龄才10岁的女生 最小的我看呢 还有8岁的小男孩 全部是有名有姓有据 可是最可耻的是 中共满街的监控 满地的公安 这些案子一例都没有破 全都悬着 谁要说这里没有什么勾当 那就是在侮辱别人的智商 蹊跷的是啊 总要露出马脚 11月11号 中共官媒啊 武汉机关报 上有介事登出了一条喜讯 说武汉协和医院 一天之内 给三个心脏衰竭的儿童 做了三床心脏移植手术 官媒喜出望外的报道说 这家医院成为全球首家 在一天之内完成儿童心脏移植手术 最多的医疗机构 可是呢 这则成为喜讯的报道下 人们隐约看到了斑斑的鲜血 还有吃人恶魔的名校 咱们稍微进一步想想 除了中共国 全世界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都很久 而武汉这家医院 一天里做了三台心脏移植手术 意味着要有三个人的心脏 那这些心脏从哪里来的 但随各地的失踪案 中国网友都在议论其中的一个细节 就是很多孩子在失踪前呢 都是刚刚做过体检 验过血 这可真的用细思极恐这个词了 一天之内的三立儿童心脏移植的背后 是不是同时有另外三个年轻的生命 停止了脉搏 这件事如果查出来 我觉得呀 真的啊 八十国联军讨伐这个魔鬼政权都不为过 你想一想 如果大家的担心是真的啊 你中国人的孩子在学校做了体检 一旦能够跟某些在医院正在等待移植的患者配行成功 也许你家里也没什么背景啊 平头百姓一个 那这个孩子可能就面临无故失踪 然后那边医院宣布移植成功 这叫谋杀 太可怕 一定要深究 铁链女 唐山女 你要说是别人家的是冷眼旁观 而最近这么多遍布全国的失踪案 可是直接威胁到你家的孩子身上 你说哦 那是别人家孩子 但你就不怕万一吗 其实别的事也是如此 你可能觉得体制的黑暗离你很远 可是一转眼就到了你这 11月17号 两名人在广州的黑龙江女孩 谁能想到遭遇清零大白们的白色暴力呢 这天上午11点 两个女孩 一个姓王 一个姓李 就是大家看到很多人转发的那幅照片 灰衣女孩呢 被迫跪在地上 衣不避体 那个女孩呢 姓李 是黑龙江人 这个姓李的女孩 因为没戴口罩 要走出防疫关卡 跟大白冲突起来 他对大白呀 破口大骂 这的确是啊 骂得很凶 可是呢 看了后面的故事 这个责任呢 可不能再往女孩身上推了 几个大男人呢 当街把两女孩是五花大吧 灰衣女孩不仅外衣被扯坏 胸衣都给裂开了 鞋子呢 被甩在一边 后来是好心路人 给他披了一件外衣 而后续的事啊 是更开眼啊 当局对两女孩不依不饶 有广州观众给我写信啊 说呀 这两个女孩因为长期被绑 手部麻木 扭打过程中的膝盖和手腕啊 都有血 警察来了 不是拉去医院 而是拉去做核酸 我耽误了几个小时 核酸结果出来了 又拉去派出所 做笔录 然后人民公仆们 把两位主人 直接撂大街上 女孩是自己找车去的医院 医治伤口 因为这一天的事啊 来信观众说 女孩是头痛得很 大家只看到了 灰女孩跪地的场面 可是谁想到 随后的中共黑手们 仍然没有放过他们 在这个根本是 人权为粪土的人渣体之下 除非你非常幸运 可以这一生啊 完全避免跟体制打交道 不然呢 你有点什么事啊 你就会感到 韭菜是那样的无助 求救是那样的生死历劫 又没有回响 11月19号 中共第一夫人彭丽媛 在泰国曼谷的总理府 听着交响乐伴奏的生日快乐歌 可知道在中国 有多少被他们称之为同胞的女性 受到中共体制的摧残碾压 彭丽媛是11月20号的生日 泰国总理巴欲很会张罗 提前一天送上新意 还举办宴会 新平呢 在一边也是咧嘴笑 笑吧 也许呢 回国之后 回到这个体制的怀抱之后 身为党魁的他呀 都不觉得安省 大阴牺牲 大象无形 中共政权内外不宁 风雨飘摇 今天呢 还看到一位叫做 任静思的作者 发了一篇预言文 是在讲明朝的宰相 刘伯温写的 金灵塔碑文 其中的一段 明三明十明三七 锦绣河山换一色 麻布点头 时辰笔 红花开尽 白花开 作者解析说呢 头一句 明三明十明三七 名字非指中华民国 而是中共国 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数字三十三七 合起来是六十七 作者呢 指这是比喻 中共国建政六十七年 也就是2017年前后 锦绣河山换一色 是指胡锦涛卸任之后呢 亲上来的习近平 颠覆了过去几十年的中共体制 习实行个人的强人政治 拔不点头 时辰底 一指数马的胡锦涛 在二十大上被架走 象征中共体制 以往的基石彻底崩溃 习家军完成全面掌权 而红花开尽 白花开 红花指中共气血已尽 白花开一语双关 正体字的习 内中带白 这既指习家军上尉 也指如灵堂上摆着白花一般 抑郁给中共 耸终 而这篇文章呢 也容易让人想起 推背图第四十六项 项中趁雨写道 暗暗阴霾 杀不用刀 万人不死 一人难逃 此句在不同时期啊 都有不同人解释过 因为推背图的挂项啊 据说在历史上都被打乱了 因为太准了啊 原本呢 推背图是有时间顺序的 那么打乱之后呢 人们就不容易猜了 所以呢 不知道这个第四十六项 到底啊 真实顺序在哪里 也许这就是不同时期 都有不同解释的一个原因吧 现在呢 有人把这句认为是 中共的黑暗统治下 人们饱藏苦楚 清零狂工中啊 多少人跳楼允命 又有多少死于非命的冤魂 真可谓杀不用刀 万人不死 那有一种解释是 万啊 象征佛家的万字符 寓意善良人 信神 敬神的人 最终可以避开劫难 而一人难逃呢 解释就更多了啊 有人会把它认为是 中共领导者 难逃败亡的宿命 第四十六项呢 还有一个颂词 也同样让人好奇 颂曰 有一军人身带刀 只言我是白头翁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 第一句 有一军人身带宫 只言我是白头翁 新平的习字 正体字 书写为上语下白 古代剑围有羽毛 白字正对应白头翁 也许正是指习 新平早年呢 也参过军 有军职 但又观点认为 有一军人身带宫 是指张姓 也有说呢 是指一字 正好是由一人公 组成 或许呢 是个带一字的军人 也有说是日本 日本的版图形状如宫 又著名的富士山 形如白头翁 历史上呢 日本的军国主义呢 是出了名的军人嘛 总之啊 前两句也是众说纷纭 而宋词的后两句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 被普遍理解为是政变 那就是前述的张姓 或带一字的人 亦或是跟日本有关的什么事啊 在历史变局的最后一刻啊 直接发生了冲击中南海的事件 导致了政权垮台 也有人把勇士理解为是泛指啊 就是指勇敢的人民 不管怎么讲啊 推背图在历史上准得很 也许在那个相关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啊 人们会恍然大悟 哦 原来是这样 好 那今天节目呢 咱们就说到这儿了 欢迎您关注 我在新平台干净世界上的另一个频道 链接呢 会在今天的节目留言区置顶 那么我在Telegram上面的官方公告群 是TW斜线大宇News 观众讨论群是TW斜线XWPAJQ 下号线US 节目新疆是XWPAJQiGmail.com 也欢迎您订阅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 并点击小铃铛 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 那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